Hi! 上个视频我们学习了瞬间性动词和持续性动词 这个视频让我们继续来看看 用瞬间动词如何匹配其相应的持续性动词 让我们看看下面的表格吧 接着再看一组 OK! 接着我们继续来看瞬间性动词在完成时中 如果要与表示持续一段时间的状语连用的方法 2. 用It is since结构来替换瞬间性动词 例如 电影已经开音5分钟了 我们可以写The film has been on for 5 minutes 或者It's 5 minutes since the film began 再比如 它离开上海已有三天了 He has been away from Shanghai for 3 days 或者It has 3 days since he left Shanghai OK! 总结时间到 这个视频我们继续讲解了持续性动词和瞬间性动词 这个表格你要牢记哦 学习完毕 快去闯关练习吧! Oh yeah!